老胡市長給問嗎? 老胡市長給問嗎? 來自中部久違不同的社團代表 在市府廣場呼喊口號 要胡市長出來給問 會讓大家這麼激動原因 就是因為中科園區 要在大渡山進行擴廠計劃 打算要開發53公頃的面積 設置18吋晶圓廠 想不到台中市環保局 在環評會議當中 明明知道具有污染風險 卻悶不吭聲 發營時間只有短短的3秒鐘 在西屯區旁邊的這個台中園區 它要擴廠 那這個擴廠 它總共占地的面積是53公頃 就是用軍方的這個大渡山的彈藥庫的分庫 然後來進行擴廠 在8月27號的環評的專案小組 第四次的出省會議 沒想到它的發言就只有3秒鐘 這次的環評針對開發案 進行健康風險評估 但是中科只計算園區內的致癌風險 卻沒有把周邊10平方公里的範圍 一併納入考量 環保團體對此表示 新的廠區每天會排放4萬噸的重金屬廢水 和具有致癌性的乙全廢氣 這些都會隨空氣傳播 豈能視而不見 案子的審查已經歷經4次了 環保局都有站在我們地方 跟環境的維護上 提供了很多的書面意見 這個在會議紀錄都可以查得到 那當天第四次的審查會議 我們補一次做一個意見上的補充 我們發現那個書面在那邊 有一些錯誤做一個補充 並不是我們只有那3秒鐘的表達意見 那因為這次的擴廠 它會造成很多的這個重金屬的 暴露在我們的環境當中 其中呢 有一些一級的致癌物 像六架個或者是像鎳 在擴廠之後 我們來計算它的致癌風險 都明顯的超過了10的負勢 就是萬分之一的這樣的一個標準 環保局代表出面澄清 表示會議中的提供相關書面資料 因此就沒有另外進行發言 但這樣回應卻被現場人士吐槽 表示書面資料 都是一些不通不通的官方說法 要求市府堅守立場 別再為了開發而犧牲市民健康 記者洪嘉宏才知道